我们刚才提到的保险股 想和你谈谈保证 因为over the weekend 他们就二三七搭 他们就宣布了用172元 其实是一个日价 发新股集资225亿 主要的作用就是属于 这个是现有的高票式债务 还有他们希望 接下来会进入恒生的综合成分 指数成分股 立入港股通 他们现在的集团就专注在 亚洲和非洲 希望能够掌握到这个机遇 其实你觉得这次以日价发新股 以及今早都能够逆市做好 你觉得譬如说 真的有兴趣投资保险板块的话 保证是否一个好的选择 坦白说这只股份 我没有这么详细去看 我用最基本的资讯 其中我看到他最近 就算是以他的公司自身 以减成本为主 某程度上 简单来说 我觉得他是在控制 一个财务报表上 就是在做美女一些 甚至这个情况 就是你刚刚发新股 还有日价 当然是联合 最重要是他说了一个流通性的 他想做它的流通性问题 其实这个真的是问题 因为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这么看呢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就是觉得他的交流不够多 是的 那变了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看好都不敢买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一样东西我觉得会解决到 但是你说之后的我只可以说逐步看 给多一个资讯就是我看到就是如果以现在最平均 就是分析完比的平均价是175元左右 是的 那我觉得直播空间 如果你纯粹要操作上 那是OK的 那你短线 因为我会大概拿着1523元来做个短线放售 好的 哇